請問今天的歷史屏幕是什麼 朵斯大王 這個孟霍啊 他愛生他氣 他就告訴孟幽 我們該怎麼辦呢 孟幽就說 店主一個又一個的投降 我們乾脆也投降算了 不行 這個孟霍他就說 我們怎麼可以投降呢 孟幽就說 可是問題是諸葛亮的智慧那麼高深 要是我們也有職責的話就好嘞 孟幽就說 南班的職責 非 朵斯王莫屬 朵斯王莫屬 喔 對 我怎麼忘了朵斯王呢 出來之後啊 孟霍啊就帶著蠻兵啊 到了朵斯王 朵斯大王的凸龍洞 去避避風頭 朵克亮啊 他就 開到了這個 希爾河的營地以南 發現 欸 孟霍的 孟霍啊 怎麼不見了呢 派了 傳利兵到處打聽啊 所有的傳利兵啊 都回來告訴 告訴這朵克亮啊 孟霍他在凸龍洞 凸龍洞是 朵斯大王來守 朵斯大王他可是難瞞的智責喔 朵亮燒了燒頭 他就說 可是問題是呢 現在就算他是智責 我們也要闖闖看 王萍 讚 你帶一千人先去看看狀況吧 是 王萍啊 去了一個禮拜 一點點事情都沒有發生 一點點事情都沒有傳回來 讓我們看一下 孟霍到朵斯大王的屠龍洞發生了什麼事 孟霍啊 走了 一條路 就到了這個 屠龍洞的 屠龍洞和南滿希爾河營界的邊界 那也有幾百里 所以說啊 行至一半 這時候就看到朵斯王啦 朵斯王就說 您好 這裡就是 凸龍洞唯一的入口 這裡 是 我們唯一的大王 孟霍大王 所專屬的地方 現在 我們就要斷路了 請孟霍大王趕快 離開這裡 到凸龍洞去一下吧 孟霍就說 叫軍隊趕快過去 軍隊都過去之後啊 朵斯王一個 伸手矯健的隨重啊 爬上了這個 岩壁 一聲 砍斷了繩子 啪嚓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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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嚓 嚓嚓嚓嚓嚓 把這個 木頭啊 石頭啊 都把這個道路要塞給阻住了 要塞一次只能夠通過一個人 要阻住要塞啊 簡直是 一如反掌 一如反掌 嘖 这个 朵斯王就说 所以说呢我们赢了 孟霍就问 为什么我们赢了 哎呀 理由我们慢慢的说 现在不要这样子好吗 是是是 朵斯王啊 就告诉孟霍说 我们赢了的原因啊 是因为 他们呢 其实这条是第一条路 还有第二条路 难道说他们还有可能 攻过来吗 攻过来的几率啊 简直是等于 百分之零 哦 真的没有把握吗 朵斯大王 当然 我可是南蛮的智者啊 南蛮最聪明的人 就是我啦 这个 哎 孟霍他就说 孟霍啊 他就说 他就对读者说啊 说书人为什么说 朵斯大王是智者呢 我看是智障者 还差不多吧 这朵斯大王就说 你偷偷对读者说什么 你偷偷对听众说什么 我不是智障者 我真的是智者 智者 智者啊 智障者啦 我不是智障者 我告诉你 到时候你就会承认你自己是智障者 让我承认哦 让我承认哦 这朵斯大王就说 那条路啊 前面就有毒蛇 害虫 然后啊 有水的地方啊 还有水质 如果说啊 不搭桥的话呢 那水质一定会粘上你 把你的血给吸干 而且 水质和毒蛇 还有害虫 并不是那一关最可怕的地方 还有一段路口 就在三个时刻可以过 胃 身 油 三个时刻 才可以过 哦 孟婆就问啊 NAS 为什么呢 总之我也不知道 可是呢 朵斯大王他就说 可是 据我所知 在那个时候啊 要过那个路口的人啊 不管是从凸龙洞出去 还是要进来凸龙洞 没有一个人 活着过得了那个路口 除非他们在卫生油三时 通过 嗯 朵斯王 那 可是问题是 如果 蜀军在卫生油三个时刻 通过了那个路口怎么办呢 那也没关系 这朵斯王就说啊 那里有四个拳 第一口叫做黑拳 水温呢 应该可以说啊 它 泡下去可以用来 放松心情 可是问题是呢 只要一拿起来 就会痛得半死 再伸进去就更痛 如果说在那里伸 在那里才不会痛 另外三口呢 这个梦获 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请接下来分享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